新闻大破解 破解大新闻大家好 台湾民主史上第一件直辖市长罢免案通过 罢免票近94万 高过当初当选的89万票 高雄市长韩国瑜在12号周五被公告正式卸任 而不过在罢韩之后 高市议长许昆元当晚就坠楼身亡 而挺韩的团体是酝酿要发动报复性的罢免 而已经有议员说他已经收到了两颗子弹 而网络的假讯息也大增 还有挺韩的团体宣称要讨公道 周六要到总统府前凯道集会 不过这一连串波澜的背后 有没有特殊的势力干预或者主导 那么当前全球反制中共 这样的趋势之下 支持台湾和香港的力道是持续在升温当中 而台湾的疫情是明显的趋缓 民主对抗防疫的模式也持续被国际取经 那么此外台湾和香港的议题 目前正是自由阵营和共产集权势力的 一个角力交锋的前线战场 在这样的世界趋势和格局之下 台湾的角色和重要性会到什么程度 而另一方面 中共的内斗最近是又一度的表面化 香港的黎智英说 香港人要坚持反对港版国安法 只要坚持下去就有希望 更多的议题两位来宾为您解析 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教授范世平老师 范老师好 大家好 军事专家吴明吉大哥 主持人大家好 好了我们先请教范老师 挺韩团体有一个取名叫做民主监督联盟 而13号的周六要上凯道集会 诉求是帮韩国瑜讨公道 不过韩正宁主动劝退说不要办了 而挺韩的大将韩粉信任哥也不去 喊话大家要放下仇恨 不过这联盟召集黄正宗是反呛改口说 他此刻起就不是韩粉 他是中华民国派 他没有要声援韩国瑜 不过这主办单位的背景 也让人有些联想是不是不单纯 因为黄正宗本身是一个中间选民党的党主席 而周克其是第三势力333 政党的执行长 这都被质疑是在执行 中共统战工作的一些相关的干部 因此同时还有挺韩团体扬言 要提出一些报复性的罢免 那亲共的政党也公开了参与 那已经有被锁定的议员说 要尊重民意的机制 不过也有质疑说 可能有不寻常的外部力量 像王浩宇在12号就收到一封信 里面打开就是两颗子弹 所以请教范老师 您怎么看在罢韩后这连串的波澜 那部分媒体比较悲观的认为 台湾可能将进入一个仇恨式的民主 不过也有香港朋友 不过台湾在几十年来 曾经走过像省籍族群还有史官的一些起义 我们其实已经算是一个 比较包容的一个多元民主 您觉得有可能会走向这样的仇恨民主吗 当然有人在制造仇恨 当然我们知道韩国瑜被93万票 甚至94万票被罢免掉 因为我们知道93万大概9千多票是有效票 后来查出来其实有很多票 他是用印章去盖的那个支持罢免 所以那个如果加起来的话 已经达到了94万票了 那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 那通过了 那也表示高雄市民 用民主来展现他们的决心 因为我们知道本来 这个门槛大概是57万票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Jupe Double了 那当然这个对于韩国瑜的支持者来讲 是不可承受之重 不可否认韩国瑜他还是有相当大的支持的人 很多人支持他 那他的韩粉也是非常凝聚的 所以他们现在也开始在想要进行报复式的罢免 例如他们现在看到包含像是王浩宇 桃源市的议员 或者我们看到高雄市的黄杰议员等等 但是这种报复式的罢免会不会成功 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讨厌的选罢法 虽然我们把罢免的门槛降低了 可是它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 因为有三阶段 第一阶段的联署大概我觉得并不难 大概几千个票就可以了 第二阶段也还好 那到第三阶段要真正投票的话呢 事实上它是有相当的难度 所以你今天做这种报复式的罢免 第一个它的正当性不够 例如说你为什么要罢免黄杰 难道只是因为黄杰 在议会里面今天的一个翻白眼 其实那个翻白眼当然造成的是 韩国瑜整个的民调的下滑 那是个转捩点没错 可是你如果拿这个来作为罢免的理由 它不够具有这个正当性 或者说因为黄杰或者王浩宇 他们这个支持罢韩 所以你要罢免他 那这样的话这种仇恨性的 报复式的罢免 而没有正当的理由 例如说黄杰如果说他问证不好 或者他表现不佳 那我们来罢免他还说得过去 但如果没有这些理由 只是因为你支持这个败韩 或者你曾经造成韩国瑜的困扰 那我们就要罢免你 那我觉得这个仇恨动员 他真正到第三阶段投票的时候 他很难达到 甚至你也会造成就是支持黄杰的人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罢免没有正当性 反而会让这个支持黄杰的人出来 反这个罢免 那我们只要反罢免跟罢免票 反罢免超过罢免票一票 就算赢了 你说即便你达到第三阶段 达到这个罢免的门槛 可是反对的人多你一票 你这个罢免也不会成功 更何况我说第三阶段其实很困难 所以我觉得 这些韩粉自己要想清楚 发动罢免 当然很容易 但是如果你无法到第三阶段过的话 你反而是让黄杰变成浴火凤凰 为什么 因为他经过了一次严厉的试验 你等于让王浩宇 他在台湾的政坛 他的位阶更往上提了一高 甚至他未来不排除 哪有这么高的民调 如果他没有罢免成 他反而有机会更上问鼎立法委员 所以你本来把他罢掉 结果你反而帮他 往更高的政治的位阶去抬 那这样的话是适得其反 所以我觉得 我奉劝这些韩粉 当然我可以体会他们内心的愤怒 特别是高雄市议长徐坤源 因为当天晚上 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而不幸跳楼往生 他们的愤怒想找地方发泄 可是如果是拿罢免 这些支持罢韩的人的话 我觉得他们可能效果 是相当有限的 是 因为目前其实看到说 好像有一些比较红色的 一些背景的团体 似乎想要利用这样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情绪 那其实6月6号 在罢韩的这个结果出来之后 其实国际媒体普遍 大部分都关注在韩正英 跟这个中共方面的 一些距离的一些解读了 那有媒体评论解读说 这个是十个字 民意不可无 亲共者必败 不过有香港朋友提醒 因为中共是持续的意图 在介入台湾的政治 所以相关的这种 所谓的产业链 可能也只是一个转趋低调 在等待下一个机会 寻找的时候 下一个中共 哪天又所支持的 一个新的台湾政治人物 范老师怎么看这样的观察 我觉得很对 这一次很多国外媒体 都说一个 把这次罢免案看作是 亲中政治人物被罢免掉 但是我个人其实 看在整个罢免过程当中 We Care他们这些团体 他们其实并没有太强调 韩国瑜跟中国的关系 就是说 为什么外国的看法 跟台湾本地的看法不太一样 那我觉得 大概有几个角度 第一个就是 韩国瑜的确是 中共相当支持的政治人物 我们记得他去年到香港到澳门 到这个申俊到厦门 四个地方去访问 他刚刚上任的时候 非常风光 中国那边也给他 非常高度的接待 例如到香港去 中联办主任王志明 亲自跟他接见 因为我们知道 中联办在过去 是非常低调的 他不太喜欢露出台面 但是王志明这次 公开的跟韩国瑜见面 而且韩国瑜是台湾第一个 公开进入中联办办公室的 这个政治人物 台湾政治人物 所以他有特别意义 表示中共对他的领域 但是因为中联办 是一个打压 香港民主的一个基地 所以香港的民运人士 民主派人士 非常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 韩国瑜在帮中联办背书 而且你在帮一国两制背书 当一国两制 已经快要走向一国一制的时候 你反而跑到中联办去 去那边跟这个王志明 在那边一搭一唱 那时候其实那个 送中条例已经送出来了 所以说大家觉得你不应该如此 他甚至到了澳门去 他还说我也可以选澳门特首 讲这句话 结果后来被蔡思平 蔡思平颜色 还比较偏蓝的一个媒体人说 你不要红帽子自己戴上去了 因为他觉得这个发言非常不得体 所以韩国瑜他有这样一个记录 然后加上他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他的态度是非常暧昧的 到后来 特别是他才表达一些立场 但是非常非常的微弱 那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去年1月2号 习近平提出了一国两制 台湾方案 韩国瑜一开始说 他不知道 他也没有任何表态 到后来 实在是因为影响他的民调了 他才说我绝对不支持一国两制 否则over my dead body 绝对不会支持 但是呢 我们看到他这次总统大选 为什么会败 也是因为他在香港问题在态度暧昧 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上态度暧昧 所以这些因素 加上我们看到他在罢免前 人民日报还公开的赞美他 说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任务 说这个罢免不会过 还有就在6月6号罢免前 5月28号 香港通过了香港版的国安法 这个对香港的民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当然台湾跟香港经过反送中之后 有一种存亡死寒的感觉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加上我刚刚讲过 韩国瑜去了中联办 所以大家又想到了 香港的这一次的国安法 是对香港未来的人权 有很大的伤害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也影响到 6月6号的霸函 加上5月29号 528是香港国安法通过 隔天 那中共在人民大会堂 非常盛大的召开了 这个所谓的 《反分裂国家法》15周年的纪念会 由这个全国人大的主席 栗战书亲自主持 发表讲话 中共解放军的总参谋长李作成 也在会议上讲话 那还强调不排除武力统一 你说中共是把港台 是看作一盘棋 那528香港国安法通过 529纪念 这个所谓的《反分裂法》15周年 这很奇怪的 为什么那么紧张 因为15年通常我们 美国中国是逢零二十三十才会纪念 为什么15年纪念 而且解放军出来讲话 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也造成 台湾民众担心韩国瑜 他对台湾政坛的影响 所以6月6号投出了这个发表 是老师我很快速的追问一下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震撼之下 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 会思考他们这个对 像说国民党很快对外媒 发了一个新闻稿说 国民党是坚持反共主义 反对共产主义 但是另外一方面 中共还会试图在找下 在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 中共还会试图在 在台湾寻求培植一个这样的 其他的代理人吗 从他们的角度 当然会 当然会 当然之前他们培养的是 柯文哲 柯文哲当时我们看到 他当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立刻邀请他去双城论坛 而且给他两次的机会表态 柯文哲一开始是 一荡人接受美国的外交期刊 他说是两国一致 台湾跟中国是两国 一致是民主 讲得非常铿锵有力 但是不到半个月 立刻改话题了 所以第一个说 他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所以柯文哲就是当初 这个中共培养的 后来当然是韩国瑜 所以看起来那种分化的作用 还是持续在做 好我们继续一个关心 就是罢韩后的三天 6月9号 美国的军机C4A的运输机 四年来是第一次 从基隆飞进台湾的领空 沿着西海岸 经过了十个城市的上空 在台南出海 不过另外一种说法是说 一般人认为 可能这个政治意义是很高 但另一方面一种说法是 当天刚好我们的东部 在进行海上的实弹射击 所以要避开 不过还是很引人联想 而且同一天上午 中共的军方 有多架苏凯30的战机 进入了台湾的西南空域 还没有进入台湾的领空 而有分析认为 这显示 美中展现军事肌肉 已经从台海的周边 扩展到了台湾的领空区域 而另外在本周 美国的航空母舰的打击群 也有一些新动作 像是驻日本的雷根号 还有驻在加州的尼敏兹号 这两个航母打击群 是分别开往东西太平洋 再加上在菲律宾海的 这个罗斯佛号航母 在目前的部署跟运作 请教明杰大哥 您怎么看这一周 美军在台海 跟太平洋的部署跟动作 我先谈这个美军的运输机 C-40A 它进入台湾领空这件事情 我个人的解读是认为 这背后当然有高度的政治意涵 那只是不点破 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 过去来讲 美国的军机事实上 进入台湾不是没有潜力 但是过去是秘访 像C-40过去曾经我印象中 有搭载过美国的参议员来访 但是它降落松山机场 那次是因为在机场降落 不慎被拍到曝光 但是过程基本上是没有公开 那这一次我觉得 我们在观察这个事情的 一个关键点就是在于说 为什么这一架C-40 它的这一个航线 会在国际的民航网站上面发现 也就是说它有打开它的巡达器 换句话说就是说 这一个行程 美军它基本上它就是刻意公开 那公开跟不公开 就有差别在于说 它的政治意涵 就完全不一样 我们刚刚谈到说 的确有学者专家认为说 可能会不会是单纯天后因素 或者是说因为刚好 台湾东面有个R15靶区 正在进行相关的实弹射击 不过我个人认为说 就是说过去它采用这个飞行 所谓这个G581这个航线 从这一个冲绳直接下来 事实上那一条航线来讲 对它要到东南亚 事实上是比较便捷 也距离比较近 刻意绕进来 就是说它又打开巡打器 某个程度 它不只是要让这个台湾了解 那当然过程中 它有跟台湾申请 我们同意它进入台湾的领空 非这个所谓的一般的国际航线 那背后重要目的 当然是让北京得知这个动作 那这样的一个关键 我觉得就是说公开跟不公开 它的差别在于说 如果真正以过去的做法 它要这个秘密通过的话 基本上它就不会打开巡打器 那这样做法跟事实上 我们比较两年前 神盾舰那时候开始穿越台海 事实上有某些相似之处 因为2018年那时候7月 两艘神盾舰 从这个南海巡运完之后 它要北上 过去事实上我们的了解 长期跑军事新闻 我们都知道 通过台海绝对不是第一次 但是公开这个讯息 那就是第一次 而且公开之后呢 后来每个月几乎都来 那频率越来越高 甚至今年有一个月两次 所以换个角度想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动作 某个程度它也在示警 那刚好同一天 有苏凯30的战机 解放军的战机 逼近台湾西南面的 防空识别区 所以这十点点的巧合 当然非常的这个 我们不能说它这个背后 没有这一个 针锋相对的意涵 那美军这个动作 当然是希望借由军用的运输机 事实上它的武装是最低的 那军事的含义也是最不敏感的 用这样的一个试探性的动作 那警告北京 就是说你今天 如果你再用战机来骚扰台湾 逼近台湾 美方事实上有很多 不只纯军事的 其他的一个策略性的措施跟运用 事实上可以跟你相互抗衡 那像这一次 我觉得就是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所以未来我们可以持续观察 就是说 如果解放军近期 我们看到他对台有非常多的 这个武嚇动作包含很多的军演 那这个如果持续进行 也许夏可月还会发生 这样用军用运输机飞行 这进入台湾领空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说解放军有这一个 知道说要收敛 然后知道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反而会挑起美方 在这个台海上面 加大军事动作的话 某个程度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是一个战略嚇阻的一个 这个主要的一个 重要的措施跟策略 那我再简单追问一下 就是说 其实每次这个中共在内外交迫的时候 国际媒体跟国际学者都在探讨说 中共可能会 进犯台湾来这个转移焦点 或者疏解压力等等的 所以您认为 武力轻併台湾 真的就是中共这个压力之下 唯一稻草生机吗 特别是我们看到 五月下旬的时候 美军的航空母舰 就520的那个时机 对 航空母舰又开始重新部署 而最近呢 在这个最近这几天 美军的这个 三个航母也是在这个区域部署 您怎么看这样这件事 美军三支航母包含尼米兹号 雷根号 罗斯福号 先前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暂停它相关的海上巡弋 但是这一次 美军特别是 这个太平洋舰队 第七舰队都公开说 近期已经三支航母战斗群 都已经 恢复战力在这个西太平洋巡弋 过去不是说没有汇集过这样的一个规模 但是就我印象中大概要到2007年 那时候以前 有这样的大概十几年来 几乎没有一次汇集三支航母战斗群 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规模的展现 那这次用意当然就是在告诉这个中国 我的这个航母战斗群的战力已经恢复 那在这个地方 你不要再持续军事扩张跟相关的挑衅 另外就是说 这个中国是不是中共会不会用这个 以武力犯台的方式来转移内部的这个焦点 然后持续他政权的这个所谓 刚刚讲到的所谓生存 我觉得这有两个不同的面向 事实上我们知道先前他的这个 解放军的这个超线战作者 桥梁退降 那他也特别谈到 跟这个台湾武统有关的一个环境 跟气氛之下 他认为说现在某个程度 只要这个中共还是没有办法压制美军 在西太平洋的这个军力的情况之下 事实上武统可能会是失败的 那这个时间点并不适合 那他的这个论述某个程度 他也希望中共能够回到 所谓他们自己 所谓民族复兴的一个主轴 他认为台湾问题 并没有在这一个主轴发展上面 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优先顺序 所以这样的一个论述情况之下 我们会发现 事实上台湾跟中国 有没有这个能够让他们 所谓实现他们的所谓 统一的大业来讲 跟他的民族复兴坦白讲 扯不上关系 所以要讲说 是不是没有用这样拿下台湾 就会危及他的生存 我更不认为 特别是中国内部 可能也有很多人认为说 台湾问题反而会拖垮了 中国内部的 不管经济上也好 各方面的一个发展 所以某个程度 这样子的观察 我会认为说 事实上当然习近平 他目前是内外交迫的 这样压力之下 也许他会做一些动作 那抒发内部的鹰派 可能对于要用武统的方式 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言论 但是这样的一个氛围 也是他当初自己炒作民族主义 所带来的一个负面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回过头来 还是要由北京自己去收拾 这个残局 否则的话 恐怕会卡在中间 骑虎难下 要动也不是 不动也不是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破解 延续上一段 我们谈的美中的军事布局角力 接着我们再放大来焦点看到 中印边境的争端冲突 中共和印度最近是在 有些小规模的混战和军队演习 而且两国之间的媒体是全面对上的 而另一方面 印太的四方联盟 美国、日本、印度 还有澳大利亚 是合作的力度是持续在强化当中 上周印度和澳洲 签署两项军事协定 这是两国加深防务关系的第一步 而同时印度也一直这两年 持续加强和美国的国王合作 军事演习 而且日本也要参加演习 那请教明杰大哥 从中印的边界问题 到印度积极深化和澳美合作 中共在印太区域的军事扩张 是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最近中印的今天的情势 虽然有经过一些 所谓的这个会议进行谈判 那表面上官方的说法都是降温 但是实际上我们观察到 它的这个相关的军事动作 还是不断 特别中印近期 这一周以来 还是持续在他们的 这个有争议的边境 这个强化驻军 那中共甚至他们这个 公开了他们的这一个154的战车 还有各型的自走火炮 直20直升机 开始往高原进驻 那印度的部分 事实上他们T90战车 T721战车 也开始往那边推进 所以双方某个程度 还是我觉得不能避免 有可能会引爆下一波的 这一个这个边界的这个冲突 特别是武装冲突 因为先前都是只有丢石头打群架 还没有真的开火 但是双方并没有因为这样缓和 相关的情势 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 在外交的层面上面来讲 当然我们知道这一个美国 为了这一个强化这印度 他的战略的地位 所以提出印太战略 那包含台湾也包含进去 那这一个印度 事实上美国对印度 这几年来坦白讲 是极力拉拢的 他这个对印度的军售 已经高达150亿美元 相较于过去印度本来 比较这个靠这个 遏制苏联的武器 这几年来买了很多 美国新进的这个装备 那这样一个方式 事实上美印在军事上面的 同盟关系是不断的提升 那这对中国来讲当然 这个印度如同他的后门一样 那现在这个美国 在这个亚太第一岛链这边 强化他的军事 各方面的部署的情况之下 事实上中国在东面这个部分 他已经面临这个美军的 相关的军事压力 但是在后门的部分 我们看到如果说他跟印度 又真的引爆这个所谓的边界冲突 对他来讲战略上来说 的确是非常不利 会变得面临一个四面楚歌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如果真的中印开战的话 恐怕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野心 跟他相关的计划 很多部分是必须被迫要舍弃掉 包含比如说在东海扩张 在台海的扩张 在南海的扩张 那特别是刚刚谈到说 他连印度跟澳洲跟日本 事实上他们我们观察 这两年他们包含在关岛 关岛那边有一个马拉巴尔演习 军演事实上你看印度他本来 只要顾好印度洋都好 但是他的印度海军都已经开拔到 关岛附近海域跟美军跟日本 跟澳洲进行联合的军演 那某个程度当然也表示说印度 他要在某个程度在国际上 要扮演重要角色 特别是他的人口将近已经13.6亿 快要超越中国 那他们双方的地面部队 是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地面部队 双方如果真的引爆战争 或冲突的情况之下 恐怕是非常难收拾的 那当然某个程度 美方也看重这个印度 在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位置 所以如果能够跟印度有这个保持好 良好的这种不管是外交 或军事同盟上面的关系 当然对于一个中国来讲 在战略上有一个前后包夹态势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中国 在中英边界问题上面 他一直在试图降温 他也不希望把这个内部的 反映的这个情绪把它升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目前来讲 相关的整个印太战略的布局 对中国的确有很大的压制的效果 是好我们继续看到中国的局势 先请教一下范老师 这个中共当局现在是 一陆续地喊出经济要六保六稳 但是看起来并不乐观 那中国总理李克强 之前就喊出呼吁失业者 来做这个地摊经济 而且讲得很大声 要企图使脱轨的经济 能够希望重回正轨 不过中共北京市的官员 并不买账 而且没有采纳建议 还公开说不符合 首都城市的定位 而且中共的官方媒体 也连连评论 在降温这个总理口中的 这样的一个摆摊的这个 中国生机人间烟火 这样的公开的分歧 在中国共产党的官场 特别是高层是相当罕见的 请教范老师 您怎么理解 北京这样子对待 这个地摊经济这样的说法 对这个李克强 提出这个地摊经济 那一开始其实是非常 获得人民的支持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摊 它就是能够立刻做生意 小本经营 那我们知道中国大陆 在从去年开始 中美贸易战经济 就非常的不好了 失业率大增 加上最近的武汉肺炎 更是雪霜加霜 所以我觉得李克强提出 这个地摊经济就是 让大家至少有口饭可以吃 解决燃眉之急 这是救窮 也是救急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随后中国的媒体开始批评了 那我们知道 现在的媒体 基本上是掌握在王沪宁手上 王沪宁 现在等于也是齐家军了 虽然我们说他历经三朝地失 等于是主管文宣这一块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北京市政府表达反对 而且市委书记蔡奇 强调要严格的去整整整对 那个摊犯 因为北京绝对不能够 这个有摊犯出现 那我们知道蔡奇就是 所谓的习家军 一路跟着习近平 这个直将军军 从上 从这个浙江到上海 然后一直到北京来 那蔡奇跟习近平 都是这种文革时代培养的 这个他们当中的那一代的人 红卫兵的精神 所以他们很多事情就是敢于碰硬 你看这个蔡奇 之前在扫除这个低端人口 北京的低端人口 非常的这个用残暴的 粗暴的方式 那他当时还跟这个官员说 要刺刀要见红 老师我这个补充一下 就是蔡德里克强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令人 比较震撼的消息 是他主动说出 中国有六亿人的薪水 这个每个月的收入 在一千元以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没有错 就是说其实李克强 现在跟习近平 关系非常不好 除了我们刚刚讲 地摊经济这个问题 蔡奇亲自出来反对 另外刚才我们讲 两会结束的时候 李克强讲了 中国有六亿人口 月收入一千块人民币 那表示跟习近平说 今年要脱贫 要走向小康 那完全是背道而驰了 那更不要说 今年一月份 当初发生武汉肺炎的时候 习近平当时 要李克强来组 这个防疫小组的组长 那我觉得当时 因为可能 党内的大佬们觉得 习近平忽视了 这次的武汉肺炎 特别他在春节期间 还举办了 这个大型的联欢晚会 还没有任何的防备 那所以习近平 刚才不好意思当这个组长 由李克强来当 可是当李克强 去了武汉之后 习近平不断的 在各个媒体上强调 是我亲自掌控 是我亲自部署 不然他见了这个 WHO的秘书长唐德赛 还特别见了这个 柬埔寨总理洪森 洪森 就是要展现出 我掌握了这个 所谓的武汉肺炎 后来亲自还去了武汉一趟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想让这个 防疫的成果呢 让李克强 让他掌握 所以我可以看到 从这个 今年以来 已经有三件事情 看起来习近平 跟李克强之间的不合 而且彼此路线 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矛盾 好 非常感谢 那么李克强的 公开不同调啊 中共的内部的权斗 可能超乎外界的想象 那么香港人 依传媒的黎智英说呢 这可能会是香港的希望 香港人一定要坚持 那么怎么解读 中共的权斗 和香港走向 未来之间的关系 下一段节目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破解 中共抢推港版的国安法呢 引发了新一波的一个抗争潮 而香港的黎智英说 如果国安法来到香港 就是香港的末日 香港人从此失去自由 不过还点出一点 他说其实中共内部 是很不稳定的 从李克强的公开不同调 就看出中共的内斗呢 是超乎外界想象 因此他认为 只要香港人能够坚持抗争抵抗 就有希望 范老师怎么看 我其实是蛮悲观的 我觉得黎智英的说法 是鼓励香港人要坚持下去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港版国安法 这个通过之后 那香港可能会有 越来越多 限制人权的做法 包括我们看到 国歌法通过完之后 香港的这个教育局 已经说了 未来这个 《愿荣光归香港》 这首歌 可能就变成禁歌了 对 所以说我们看到 所有跟政治有关的歌 都要变成禁歌 歌词根本看不出来 对 但是反而是呢 歌颂一国两制的歌 是可以的 继续推动下去的 这就是你两套标准嘛 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香港国安法 它强调就是 中共的国安单位 可以在香港设置 派驻单位 那未来这种逮捕 或者等等的这些作为 会不会出现 白色恐怖会不会出现 那我们也看到 从去年 反重中以来香港的警察 他们的这些所谓的 这个暴力的执法的行为 到今年以来是越来越激烈 不但没有停止 而且更加的蛮横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 黎智英说 这个 他说希望中共 中前不闻啊 什么李克强唱反调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 虽然李克强跟习近平的关系 我们看起来 目前是很对立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利益 就是共产党不能垮 共产党如果垮了 大家也没戏可唱 所以基于这个 共产党不能垮 香港对于中国来讲 他非常重要 特别是他们担心 这个颜色革命 会不会从香港发生 所以说 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 可能 习近平跟李克强 或许 在做法上有点不同 但是 怎么样掌控香港 我想他们目标是一致的 当然李克强 可能会采取的是 比较怀柔的方式 那当然在这个路线上 可能会跟习部一样 可是你要他们 要让香港有民主 让香港有更多的 这个自主权 那恐怕是圆目求鱼 我们另外看到国际局势 最近日本的动向 是很值得关注 先前他被质疑 拒绝加入 四国联合声明 谴责中共的港版国安法 不过日本首相安倍 在本周表示 今年的G7的峰会 日本会主导 来联手 对中共发表联合声明 要求维持香港的 一国两制 而美国参议员 最新也提出了一套 新的草案叫做 台湾防卫法来对抗中共 那请教范老师 您怎么看 第一个是说 日本反制中共的态度 转趋积极 特别是本来习近平 最近本来是要来访问的 那第二个是说 世界的主要大国 现在似乎在相继跟进的表态 好像各自真领袖一样 在强化合作网络 例如不止政府 国会也很积极 现在有一个 11个国家的议员 组成了一个对中政策联盟 IPAC 怎么看全球反制中共 这样的网络的发展 对的确就是说 安倍他在对香港问题来讲 态度是比较暧昧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本来今年习近平 要到日本来访问 那我们知道 当然就是 日本当然是 最近来的疫情因素 所以没办法成型 安倍也希望能够透过 跟中国的互动 来提高他的支持度 但是我们目前来看 这个访问是短期很难达成的 那安倍当然要挽救他的第一民调 因为他的防疫不利 那他改转为对中国强硬 希望能够用这个方式来 因为我想 武汉肺炎造成全世界的影响 日本也是深受其害 所以日本现在这个反中的氛围 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觉得安倍做了 这样一个决定 那或许中共会提出他的一个对抗 或者是提出他们的反击 那至于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国际间对于中国的这个 再次武汉肺炎之后的这个态度 我想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而且越来越多国家结合起来 来对中国进行这个究责 跟这个要求他们这个负担赔偿等等 那我觉得当然最近刚刚刚 美国的国会议员提出了这个 防卫台湾的法案 那我觉得当然是因为最近的确 我们看到中美之间在 亚太地区的竞赛 特别是在这个军事上的竞逐 越来越激烈 所以美国大概担心中共这时候挺而走险 以这个台海的制造这个军事紧张 来这个转移他国内的一些焦点 那我觉得刚才这个明杰也谈到了 就是说目前来讲发动对台动武 或者是什么对台这个登陆 这个当然是不一定会做到 他也没这个能力 但是他去台湾进行骚扰 来制造台湾内部的分裂 制造台湾民众的恐慌 这个是有可能的 是的 好了 我再接着请教这个明杰大哥 最近媒体报导说 川普政府计划在9月之前 要撤离住在德国的美军 四分之一 也就大概9500人左右撤走 那德国总理批评说 他不能接受这样突然的 这样的一个撤军的决定 不过呢 美国避险基金经理人呢 凯尔巴斯呢 他在6月8号推文 他说他不能接受 德国帮助中共潜舰 建造所有静英的柴油发动机 不过这消息我们还没有看到 九流媒体报导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还有待查证 不过倒是去年12月 德国之声 德国媒体有报导一个消息 比较令人玩味是 欧盟对中共的这个军售禁令 在天安门之后的这个禁令 可能已成空文 被各个国家 因为还没有法律的强制力 被钻各种的漏洞 例如呢 斯德哥尔摩的和平研究所的 最新报告 从军火贸易的数据来看 欧盟的国家一直在帮中共的 军工产业现代化 提供军用军民两用的装备 而且过去十年呢 法国 德国都向中共提供 可以用在军舰上的一个 柴油发动机 而英国提供了中共的 战斗机的一个 发动机的技术 而且很多都是在欧洲国家 授权支持 由中国本土制造 所以您怎么看说 第一个美军将部分 撤离德国原因 而且美军另一方面 都在强化跟整个北约组织 还有东欧国家的军事合作 我先从后面谈回来 就是说事实上的确 天安门事件之后 这个国际对中国有一个军售的限制 那中国就利用所谓的 这个军民通用的这个技术 所以跟这个欧盟的确 刚刚谈到好几个国家 买了很多所谓商用的发动机 买回去再自己去做性能提升 再去研改 那所以现在中共很多 这个包含它的直升机 跟一些战机的发动机的技术 原本的确是从这个 从国外买来的 这个民用发动机来改造 的确某个程度也是助长了 他们的军事发展 至于德国部分 过去事实上我们印象中 它的确有曾经证实过 有媒体也报道过 就是说的确德国曾经出售 解放军大概15台 这种柴油的这种发动机 用在它这个自制的 这种所谓的柴电潜舰 包含像039A或039B 039B有的人称作041原集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 德制的这个柴油发动机 它的这个精英效果非常好 所以某个程度也是 这个替解放军的海军来讲 增长了它的战力 那过去当然 我觉得很多欧盟国家 也非常天真 那对于中国摆出一个 好像不均是扩张一个 好像主张和平的一个表面态度 不查 那种情况之下可能 就没有对它做太多的限制 那导致解放军它的某些军力 的确是有一些突破跟发展 那这种情况之下 的确我觉得 川普政府上台之后 他对内有全面性的检视 针对国家安全各个面向 包含譬如说 各种高科技的技术 然后包含像 譬如说华为5G这种类似 这会影响到 这个国家安全利益的这部分 全面性的检讨 所以事实上 美国目前来讲 我觉得川普政府 他还是完全站在 美国自己本身 当然他国家安全利益 是优先的情况之下 他对于欧盟的这些国家 事实上的确有 开始在进行一些 不管警告也好 或相关的一些 所谓管制的措施 那像包含 就算他的盟友英国 那他如果在华为5G上面 他还是坚持要用 那美军甚至 已经扬言说 他在英国部署F35战机 要全部撤回 那连在英国驻军也要撤回 那如果关系这么好的国家 那更不要讲到说德国 那德国 梅克尔的部分 当然是因为川普过去 希望他们德国 能够增加国防预算 那能够让这个北约的军事力量 能够有更强的能力 能够防止所谓俄罗斯的扩张 那某个程度当然 他也借用这个像我们最近观察 他对波兰跟乌克兰的军售大增 那因为这个俄罗斯 他在这一个白俄罗斯的地方 部署了9729这样的一个陆基型的 类似像战斧巡运飞弹 是可以带核弹头的 对整个欧洲国家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美国等于 川普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个方式 在这个提醒或者警告北约也好 欧盟国家也好 必须要这一个加大他们自我防卫的 这一个能力跟决心 那某个程度我倒不认为美国会全部从北约 这相关的国家撤军 因为那一个部分的这个地缘政治 对美国来讲 在防堵俄罗斯的这个像西面扩张 同样的就像在台湾 台湾 日本 南韩 这第一岛链 强化这个军事是一样的 东面是在防止 防堵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野心 那西面来讲 当然是以俄罗斯为主要目标 所以未来我们觉得川普 他在这一个所谓欧洲的这个军力上面 我觉得还是会保持一定的战力跟能量 是的 好我们最后呢 请两位来宾给我一分钟总结 我们先请范老师 的确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高雄的这个罢免案 其实它跟这个美中台三边关系 都有非常密切的影响 但美国的影响也很大 特别是未来高雄港 它会不会成为美国军舰的停泊港 那我们知道在前年 美国的这个实验船 海军实验船曾经停泊到高雄 特别是在冷战时期 美军有三个主要港口 一个就是这个菲律宾的苏比克湾 一个是越南的金兰湾 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高雄港 三个港口是连结 变成一个铁三角一样 那现在我们看到最近呢 美国开始进驻到了这个苏比克湾 另外呢也即将进入到金兰湾 所以高雄港未来的重要性 就非常重要了 那我们知道因为韩国瑜 是比较被认为是轻松了 所以说我们看到前一阵子 也有媒体的报道 就是AIT 他们到了这个高雄港 来做巡视 来做调查 那是跳开了这个高雄市政府 刻意的跳开 那未来如果高雄市长改选 由民进党的市长担任的话 那我想可能他跟AIT 跟美国军方 在合作方面来讲 会更加的顺畅 是 你这样 我们观察到最近的确这个 特别今年以来 武汉肺炎之后 这个中共对台湾的 这个军事动作频频 甚至有加大的这个趋势 那当然美中之间 在西太平洋的角力也持续升温 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台湾民众在心理上面 我觉得要避免遭到这个北京 他最主要心理战的攻势 让他因为一些军事动作的加大 可能受到心理威责 而想要这个某个程度害怕 或者这个屈服 我觉得是他最主要的这个目的 那实际上当然我们也不能轻忽 因为中共这个政权 他的思维逻辑 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还是要保留一定的 非常小心的空间 所以台湾最重要的就是 还是要靠自己 坚强的国防实力 所以我们看到台湾 最近汉光演习 当然也某个程度 也在展现我们自我的防卫能力 那基本上两岸的军事 以能力来讲 我们对台湾的这个军事的国防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解放军要轻易的渡海也好 或者要吞下台湾 我觉得在短时间之内 是绝对不可能达成 那某个程度 当然因为台湾跟美国的 这一个相关的军事合作也好 或外交上面的关系 也越来越密切 那我们当然不能完全依靠 美国在台湾上面援助 或者是把所有的未来的台湾 台湾的和平 希望寄托在北京的善意之上 所以整个整体来说 我觉得台湾在看待 这个目前的两岸情势来讲 我觉得要这个平心静气 那我们做好相关的准备 那也不能说这一个完全的 这个好像视若无睹 然后都没有感觉或者是麻痹 某个程度 它的相关的军事动作 还是有存在一定程度的威胁 那我们这个军方要做好 全面性的准备 跟万全的计划 好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次再见